两人的遗体陆续移出火场 在场的同袍尽礼送别 两人同在西屯消防分队工作 33岁的谢志雄 有个可爱的两岁儿子胖宝 父亲节他在脸书开心分享 他又快要当爸爸了 因为太太怀了双胞胎女儿 但这场意外来得太突然 谢志雄的太太 是雾日分局三合所的园警 他挺着大肚子 整夜守候在现场 但结果让他心碎 从今以后只剩太太一个人 要如何面对 而另外一位殉职的是 记忆院急诊室工作 原本预计明年就要结婚 而他的哥哥同样也是消防人员 积极热光 然后热心 有责任感 意外发生后 脸书上涌入同袍的哀悼 希望他正午结束 一路好走 一时间失去两位好同事好哥们 西屯消防分队弥满悲伤气氛 许多人哭红了双眼 以后再也无法一起出任务 大爱新闻 张俊玲星空台中报道 国家消息要来看到